回来了啊 我看了一眼评论区啊 看大家呢就说这个一定要做题 是的 你们说对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翻来覆去 这个死记白咧 非得让你们啊 做题赶紧做题一定要来听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因为你如果今天你不来听这课 你就不会碰这题 你碰了这个题 你就做题了 你知道哦 我哪里没学会 哪里还要加强 哪里我想听一下老师的讲解 你这样去学习 才能把第一二张好 咱们吃透了 落地了 有一个好的基础 再去往前学 不然你们啊 你们怎么学习 越学越多 越丢越多 丢的比学的要快多了 这东西学的时候费了半天劲 还没等消化吸收 哎回头已经忘了 这就是不做题的后果 你们很多同学啊 跟这个日常班 日常班呢 他因为开课时间早嘛 会稍微快一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流动资产快讲完了吧 是不是有点跟不上了 为啥跟不上呀 其实不是流动资产内意 一张的东西你们没学会 而是你前面的底儿没打好 借贷都分不清楚 到那你肯定蒙啊 什么类型的科目分不清楚 到那你肯定蒙啊 你不蒙谁蒙啊 你必然蒙啊 等到你们学非流动资产 那才是灾难呢 那真的是灾难的开始 长期股权投资来 你适当适当 你前面基础打不好 你后边你绝对翻车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定要在周末班 花时间来给你们理框架 花时间来带你们做题目 为啥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一遍一遍一遍通过加强 形成你的肌肉记忆 咱们再往下走 你不能给我裸奔着往下学 你奔一段时间 你肯定会被风吹的有点冷 肯定是这样的 咱得把那保暖那衣穿上 把那毛背心这个是吧 都给我穿上 那个毛裤都给我穿上 暖暖乎乎的 你再往前走 这样那个风它再凛冽 它再硬 它吹不透你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说啊 这题你们过来听 这个串讲 你们过来听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你来就来着了 如果有些同学说 哎呀我还是不听 我还是不做 后悔去吧 等着去吧 就这话 行 不多说了 那咱们呢 现在呢 继续来讲解啊 那我们现在回来呢 来讲解这个第一章的题目 我们呢 就按顺序去讲起来 看第一部分单选题 老师呢 先声明 时间有限 不能全讲 不能全讲 未来呢 大家去扫码 可以看到这个题目的 讲解的视频 所以老师呢 只挑一些 大家呢 疑问比较多的 有必要要给大家去 再稍微细致的去讲解 归纳一下的题目 拿出来来跟大家分享啊 所以不是全部的题目 请大家理解 请大家包容 好吗 来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道题 这个题啊 要讲一讲 因为它讲的是什么呀 咱们的会计基本职能 来看啊 这道题呢 其实很典型 它考的就是会计基本职能的概念 或者定义 对吧 来看一下说 第一个 会计核算职能 是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 和相关会计核算的 真实性 合法性 合理性 进行审查 能行吗 别忘了啊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咱们看到审查呀 看到监督呀 看到核查呀 看到检查呀 这种东西 他说的都是监督职能 一定不是核算职能 所以啊 你要找关键词 来 我上课时候怎么说的 说你呀 不要去给我挣着去背 这核算职能有什么 你看到什么审查监督 你给我摘出来 这就是监督职能 那么剩下的呢 只要它不是拓展的 它就是基本的 对吧 来看这边说 财务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属于会计核算职能 对吗 是对的啊 来看C 说根据财务报告等信息 定量或定性的判断和推测 来一看这 它能构成基本职能吗 能吗 它有那么接地气吗 感觉好像没有吧 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拓展职能 4D 对经营业绩的评价 也是同理 所以C和D呀 它都是 拓展职能 所以这道题答案就选择2B选项 来 各位同学 这道题我问你 它怎么出的题呀 你仔细品一品 你仔细琢磨琢磨 这道题那叫醉翁之意 不再久 它压根没想考你 到底给我备没备会会计核算职能 这道题的核心 它就在考你 能不能用排除法判断出来 2B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 这是一道真题 这是一道真题 所以这道题目 这就叫醉翁之意 不再久 它压根就没想考你这块 你背没背会 它想考你的是看到A的审查 知不知道这不是核算职能 它想考你的是看到C和D 知不知道这不叫 基本职能 明白吗 所以这道题啊 你要注意 它的考核方式是这样子的 来 咱们给大家稍微再去总结一下 职能 这个知识点啊 很重要 先分清层次 它包括 基本的 包括拓展的 对吧 来基本的 就俩 一个核算 一个监督 这监督职能里 它有一些关键词 审查 什么核实 检查 反正你看着 哎呀 就像这种 背个手在那看的 那都是监督 那核算呢 那就是除了拓展职能外的那些事 看着比较接地气的 看着比较老实巴交的 那都是核算的事 那拓展的 哎 言之 有理的 看着比较高大上的 哎 这些事那是拓展职能 这样去做题 肯定不会错 来 我再多问一句 核算和监督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会计基本职能里的核算职能 和监督职能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 有吧 我说核算职能 这是我们监督职能的什么呀 基础 或者依据 来 那监督职能是核算职能什么 质量的 保证 我说怎么记来着 你就记这个核算职能呀 就像是在做题一样 这监督职能就像在对答案一样 你得先做题 才能去对答案吧 所以这是基础 你得对了答案才知道做的怎么样吧 所以这是质量的保证 还记得吧 哎 这样去记 所以这一篇来 咱会计职能就算结了 怎么考考不出咱的手掌心去 可以吧 所以啊 后边那个还有一道多选题是这个1.8题 我一会就不讲了 可以吗 因为就是这块内容的一个考核 来 这道题讲到这 算讲透了啊 来继续往下来看 来看这个第二道题 刚咱们也提了一句了 收复实现制和全责发生制是基于什么的基本假设呀 就是会计分期 对不对啊 就是会计分期啊 来往后 再来看这个 这道题很简单 不讲了 咱们来讲一下这个1.5题 来1.5题啊 1.5题考我们会计职业道德 其实这道题呢 看着是在考会计职业道德 但实际上它考的是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对吗 你看什么自学性啊 自律性啊 客观性啊 什么这些东西 明显它是在考核会计什么职业 会计这个法律制度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A.依靠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觉性 具有很强的自律性 对的吧 来2.B说 侧重于调整会计人员的外在行为和结果的合法化 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对吗 有什么客观性吗 有客观性吗 没有吧 人家不是调整客观性的吧 所以他就错了啊 来C.说主要依靠道德教育 社会舆论 传统习俗和道德评价来实现 对吗 对的 4.D说以道德评价为标准 对吗 对呀 你说的就是职业道主 那就是道德评价为标准呗 那么在这 各位啊 想必又忘的差不多了 咱们来给大家稍微总结下 来 职业 道德 道德 然后呢 是法律 制度 我呀 不怕重复啊 也不怕给你们重复 你们呢就需要这样的强制记忆 因为你们懒 我勤快 你就靠我吧 来 首先从性质上面来讲 一个靠的是自律 一个靠的是 他律 没错吧 来第二个 他的作用范围 什么叫作用范围 你是直管理 不管外还是理外都管啊 来 外职业道德是外在和内在 咱都管的吧 那法律制度呢 我管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没造成后果 我就不抓你 所以这是什么呀 我只管外在 就是因为他只管外在 他才具有客观性 对吧 来第三个 从表现形式 从表现形式上面来看 我职业道德 可能有一些成文的规定 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范 对吧 所以成文的 可能也有 不成文的 可能也有 那咱们法律制度呢 那你得层层审批 才能对外发布吧 所以他一定是成文的 对吧 来 第四个 说保障制度 保障制度 你就记 你记谁呀 你要记的是会计法律制度 人家靠的是国家的强制力 好 那我问你 你职业道德呢 什么教育呀 监督呀 舆论呀 显得就弱了 反正不是国家强制力去实现的 所以你这块你不用正着记了 你把它记住了 那么这块是非强制力的 那不就行了吗 那非强制力的那形式可就太多了 反正只要你没说是强制力 那就对 是不是 来第五个什么 评价标准 那好 评价标准 那首先来看这个法律制度 靠啥呀 法条呗 所以是法律规定 我们拿这个法律的规定去做评价标准 那你职业道德呢 行政规范呀 道德标准呀 这些会构成职业道德的评价标准 所以是道德 规范 哎 这些东西 又带你们回顾了一遍啊 这块必须会 这块必考一个题 就看谁能刀着了 好不好 所以又带你回顾了一遍啊 如果你忘了 这次你可不能忘了 学习就是要重复啊 就是要反复的去重复 我不怕麻烦 你呀 也别怕麻烦 把它记一记 可以了不 行吧 OK 来咱们往下走了啊 这个题不讲了 很简单 来看一下第1.7题 从这道题开始呢 就是会考一些这个内部控制的题目了 大家呢 比较怕 比较怕这个内部控制 这样 老师呢 做了一些整理 咱们呢 就把这第一章和内部控制有关的题都拿过来讲一讲 因为这是大家在这儿疑惑最多的一块内容 给大家再去稍微串一下 好不好 首先呢 咱们来看 不属于企业内部控制要素的有这五要素 你得先能给我知道 对吧 分别是什么 境 内部环境 然后呢 什么 动 呃 风险评估 然后呢 控制活动 还有什么 信息与沟通 还有内部监督 有没有资产安全 有没有资产安全 没有吧 所以啊 答案应该选择4D 看雪儿是不是选错了 选择4D啊 那么在这儿 咱把这个内部控制给大家再去串一下 跟着我记啊 别偷懒 你说我没法记 好 你跟着听 听完你截图 好不好 我给你留时间 来 内部控制首先它的要素 是不是有五个呀 这五个 我给没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方法 还有吧 记得吧 什么 静 什么 孤 动 什么 信 尖 然后 手 环 方 条 正 还记得吧 这是我给你们的口诀吧 紧估动信件 手环方调整 这是它的谐音 这样你能记得住 但是把它变成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小Z同学打出来了 就是这个 就是静 内部环境估 风险评估 动 就是啥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监督 他们分别是首要的要素基础 还是我们重要的环节 还是我们必要的什么方法 还有什么 是我们的条件 以及是我们的保证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定性的判断 靠这个去给我分辨去 可以吧 来 如果你说 老师我这个听不懂 辣克拉 回去补 来第二个 给大家讲一讲 内部控制缺陷 这个内控缺陷呀 是我这个工作中啊 接触巨多的一个东西 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内控缺陷 1521同学说 多会讲题呢 我现在干嘛呢 啊 宝贝 我现在干嘛呢 我不就在讲题呢吗 我要就给你读个答案有啥意思呀 我给你把这块串一串 你不想听是吗 不想听要不过往后 啊 不想听是吗 来啊 继续 来 内部控制缺陷 这块呢 咱们谈到内部控制缺陷 其实就是一头一尾 咱们说什么呢 这内控缺陷 如何产生的 会造成什么影响 哎 这是他这块内控缺陷的一个逻辑 那么由谁产生的呢 两种 一种叫设计缺陷 重新写下 这个字咱这么拐呀 设计缺陷 一种的叫运行缺陷 啥叫设计缺陷 啥叫运行期限 缺陷 顾名思义 设计你就没设计好 对吧 你这环节就没安排好 啥叫运行缺陷 在他推荐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那好 无论这两个谁 都会导致我们的内控缺陷 对吧 那好了 那说咱们内控缺陷出现了之后 会怎么着 会怎么着 咱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结果呀 好 那么就根据这个结果的严重程度 分为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和 一般缺陷 分为这三种结果 那么重大缺陷 它会导致什么 严重的内部控制缺陷 严重的偏离我们的目标 所以它的定性是 严重的 那这重要呢 相比它来说 没那么严重 但是也会导致我们去偏离控制目标 那这边一般呢 它没说 所以这儿呀 你需要知道的是 重大比重要要可怕 重要比一般要可怕 你说哪容易混啊 你说哪容易混啊 就这俩 所以大在前 要在后啊 大要班 大要班 就记住了啊 这顺序 大要班 大是最重要的 严重的 OK吧 所以这就是那个内控缺陷啊 这块其实相当于已经把这个知识给大家补充完了 就这么点东西 所以啊 你知道这个之后 你就会做题了 可以吧 来 我们来看看啊 先把1.17题往前提 来 先看1.17题啊 说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内部控制措施的有 哎 有同学说 老师你刚刚也没讲啊 有啥措施 我没讲你不会选吗 啊 你说啊 控制措施 控制活动 他们在干嘛呢 不就想要通过一些事前事中事后的方法 让他不要出事吗 让他不要出问题吗 那你看吧 这不都是为了他不让他出问题的吗 选啥呀 ABCD呀 所以这种东西你说用背吗 不用 这么多你背个啥呀 你背的下来吗 所以凭借你朴素的正义感 你就可以选得出来 OK吧 来 再往后啊 1.18题说 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有 A说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 哎 这是 如果你这内部控制啊 你没有去给他设计一个很好的这个系统 去很好的去运行 那么很可能会有一些违反法律的一些事情产生 还有什么资产的安全完整 那确实 那不能说今天丢个这 明天丢个那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这都是四季来 成本效益 啥叫成本效益 就是太贵的事就别办了 这就叫成本效益 考虑一下成本 考虑一下收益 太贵的事咱就别办了 咱说内部控制目标有这个吗 没有吧 所以选什么呀 AB和C嘛 对不对呀 所以这些东西你看 你也能够凭借你朴素的正义感 选得出来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内部控制目标 来 再往下 1.19 说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 按其成因 问谁呢 是不是问原因呢 分为几个呀 分为两个吧 设计的不好 运行的不好 所以就选择C和D 所以在这儿你要注意 你看它以什么作为干扰项 它以我们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或者说结果作为干扰项 所以在这儿你读题要给我读明白了 问你头呢 还是问你尾呢 问你头 那就两个设计和运行 问你尾 那有三个重大重要和一般 大要班 这么一个顺序 那么重大缺陷会导致的是什么呀 严重偏离目标 那么重要缺陷呢 会导致它偏离目标 但并非是严重的 就这么考你 就这点事并不难 OK吗 来内部控制啊 咱们再来看 还有几个题 来看说内部控制要素间的关系的表述中 说法正确的有 来怎么做题 上来就看吗 还记得吗 我现在就问问你们啊 看你们听课有没有认真听 我说看到内部控制要素关系的题 怎么做 怎么做 我没问你选什么 我问你怎么做 上来就读题吗 非常好 先把这个口诀 给我写在纸上 然后呢 一个一个去找 对上的就对 错了的就错 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去对它 你不要去读它 你一读 你觉得哪个都挺顺口的 特别容易错啊 来看第一个说 内部环境的静 好 靠它呢 说是整个内部控制的基础和环境条件 对不 是它吧 是环境条件吧 来第二个 风险评估的孤 是它的重要环节 这不环吗 对上了吗 来对上了 来A也对啊 来C说控制活动的动 是我们实施内部控制的这个方式方法 是不是方 对上了 对吗 对的 来四弟说 内部监督的尖 是谁呀 这个呀 是我们的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 对上了 对上了 所以这道题ABCD是要全选的 你注意啊 你上了考场 你容易头发懵 这道题对你比较友好 它没有去刻意的去给你调换顺序 去这个给你去出干扰项 但是等你上了考场 记住了 把这个给我写在那去对去 OK吧 这儿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咱们在这儿的说 哎 只手 所以这个也是能对上的 可以吧 所以啊 ABCD 来 再往后1.28 这是一个判断题啊 我呢 是把所有的和内部控制有关的这个题目都给他放一块了 这样呢 大家来看呢 可能会比较清晰 来看1.28 说内部控制的目标是绝对保证 还读吗 这年头谁敢跟你绝对保证啊 所以啊 咱内部控制的目标叫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也是一种高水平的保证 明白吧 所以绝对不能说什么绝对保证 谁能给谁绝对保证啊 对吧 所以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 那更不可能有什么绝对保证 所以它是错的 OK 这1.28题 来看1.29 说企业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是指一个和多个目标缺陷的组合 会导致企业偏离控制目标 对吗 对吗 咱们说大要班 重大缺陷是什么呀 严重偏离 对吧 他只说了偏离 对吗 不对啊 不对 因为偏离的话 他说的应该是重要缺陷 这个对应关系错了 所以答案呢 是错误的 OK 那么到这儿为止 就是内部控制的相关题目 来 内部控制各位同学 你学会了没 学会给老师敲一个五 学会了没 OK吧 行不行 行啊 内部控制 无非也就是考到这儿了 所以各位这个分 你拿着了 内部控制 今年他肯定会考的 咱们说句实话啊 第一章的题 大概呢 会考个五分 第二章的题 大概呢 会考个这个 八分啊 或者九分 七八九分 这样的样子吧 那么这两章加起来 分值其实并不小 所以大家不要 不把人家当回事 而且第一二章的题目 对各位来说 都是非常友好的 就是直来直取的 来 我们往下来看 多项选择题 来 多项选择题 说下列各项中 关于会计职能关系 表述正确的有 这个咱们刚说过了 不给大家讲了 咱们往下来看1.9题 这个题 咱们来看一下啊 说 咱们关于会计 基本假设的说法 正确的有 来看 A说 以业务收支 以外币为主的企业 选定某种外币 作为记账本位币 但是编报的财务报告 折算为人民币 体现货币计量假设 对吗 对真的吧 你看他说了半天 都在说 最后呀 你得给我换成货币来计量来 这不就是货币的计量假设吗 对吧 来 而比说 对自由业务进行确认计量 和报告 体现会计主体 假设 这个呢 大家容易纠结 首先啊 它是对的 因为它强调 自由业务 大家纠结在哪呢 说老师 这儿没有说 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呀 这块啊 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说呢 今年这个新教材 它广泛的使用了 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 对吧 但是在这儿 如果说确认计量 和报告 咱们认为呢 这也是对的 因为这个记录呢 本身和咱们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那里边的说法 就是有一定出入的 所以说这块不影响大局 并不算错 这个点 在咱们全篇呢 都是这样的 大家以后呢 见到也不用纠结了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对吗 对 确认计量和报告 对吗 也对 OK了吧 我说清楚了啊 来看C 说对外购固定资产 按照预计使用年限 既提折旧 体现持续经营 假设 对吧 我认为你这企业 能一直活下去 那我按十年提 按二十年提 按五年提 那都可以 所以C也对 来司力说 分期假设对吧 咱分成月分成G 分成半年分成年A 按这些期间去编制报告 那么这是会计分期的一个典型体现 所以这道题目 答案是ABCD 全部都正确 来再往下 这个题呢 咱们来看一下 说体现谨慎性会计的信息质量要求来 老师说啥了 说G谨慎性看到两个放心大胆给我选 一个叫什么呀 叫预计负债 一个叫什么呀 计题减值准备计题跌价准备 所以C和D 它必须对 对吧 那来看啊 有同学说 老师你不是说看到计题就选吗 来这也有计题 老师这为啥不选 注意啊 咱们提折旧 这并不是一种谨慎性的体现 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 这东西用了就救了 用了救了 那我就应该给他去计题吗 这是这不跟这个谨慎性相关的啊 所以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 来 2B 说低值一号品金额小的领用时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呀 它是重要性的体现 就是由于金额小 那咱也没必要去纠结了 那就一次性进成本费用就可以了 也别做什么分摊了 什么这个那个的没必要 所以是一种简化处理的思路 所以答案呢 就选择A选项和2B选项啊 这个 A选项 大家注意啊 咱们去计题折旧 这是什么 是可靠性的体现 刚没说还忘说了 A是可靠性的体现 B是重要性的体现 C和D 它是谨慎性的体现 这是1.10题目 1.11和1.12呢 也是考这些比较这个简单 来看这个1.12啊 这个职业特征 它考的社会属性 规范性 技术性 时代性 你们都能认出来 来 还有一个性是什么 还有一个叫经济性 对不对 来 什么叫经济性来着 什么叫经济性来着 啊 什么叫经济性 咱会计是一个有偿的服务 是一个要获取劳务报酬的服务 所以这块呢 它是体现了经济性的 别认为咱干会计就不能收钱了 要收钱的 所以咱的职业特征有一个叫经济性 我看有同学说老师A选项不是重要性吗 这怎么能是重要性呢 我问你啊 这固定资产 我用着 它变旧了 这笔怎么不好使 哎 等等啊 这个 有点出问题 哎呦 你们那是不是也能看到 这个这个电脑又开始了啊 这是怎么了这是 哎 就这么着吧 大家可能得稍微这个 这个这个内省一下了 就很奇怪 这画了个黄道的下不去了 这怎么 哦 在这儿 哦 画在这页了 哎 等等啊 嗯 太诡异了 哎 行了行了 不管它了 来看 这个 咱们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去计题折旧 啥意思啊 固定资产随着使用它会变旧的吧 那它变旧了 我就去给它确认这个变旧的金额制啥 发生了啥我就记啥 这是啥呀 明显是可靠性 怎么可能是重要性呢 二B才是重要性啊 刚刚问问题的那位同学 希望你能够知道啊 来 咱们再往后 呃 来看一下这个第 呃 十十三题吧 来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构成要素 这个呢 大家可能这个不太知道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呃 通过一些这个题目来做查漏补缺的一些内容 那么职业理想 职业责任 职业技能 工作作风 那么这些都构成我们职业道德的构成要素 啊 有同学说 老师我在网上查 记题者就是谨慎性 他说错了 你信我的吧 你别信他的了 那网上的东西你也敢信 来 往后按 第十四题 考我们职业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系 那么两者怎么着 相互补充 相互渗透 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这都是对的吧 说职业道德对法律制度是一种补充作用 法律制度对职业道德是最高要求 对吗 还记不记得 老师跟大家说过一句话 说 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 那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人渣 还记得吧 所以说法律 它只是最低的要求 你可不能说是最高要求 OK吧 好 那么选项D是错的 ABC就是正确的 来我们继续往下 1.5呢 这个咱们也不讲了 很简单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判断题的1.24 回去来看看 说会计质量要求中的可比性 要求会计的核算方法 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变更 来对不对 不得变更 对不对 明显是不对的吧 为啥 咱们说的是不得随意变更 但是这个题 如果我只是想跟你念下答案 那就太没意思了 我想告诉各位 在我们整本初级会计实务的教材当中 没有不得变更的东西 记住了没 这句话就这么绝对 在我们初级会计教材中 没有不得变更的东西 在我们整个会计准则中 不得变更的都很少 明白吧 OK吧 所以这本教材收录的内容里边 它就没有不得变更的 所以以后看到这个不得变更 你都不用管它说啥 行了不 所以这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不是说咱准则里边 没有不得变更的事 而是咱们这个初级教材收录的东西里边 没有不得变更的 它收录的不是那么多 就这意思 来1.25 说这个企业会计职业风险的主要产生于 以持续经营作为基本假设和公司治理等多方面 那么这边呢 咱们啥意思呀 他说职业风险产生于什么呢 以持续经营作为基本假设和公司治理 其实这块呀是一个原文的考核 他说是产生于什么呀 应该是货币伎量 所以这个呢 只是上课呀 没有跟大家去这个强调过 因为你想啊 咱会计 咱主要干嘛呀 把这些事儿拿过来之后 给它落地 所以我们最可能产生的风险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会计差错呀 对吧 那么会计差错 怎么着 这里边很大一部分错的来源 要么科目错 要么什么金额错 说吧 所以你看这金额错 这不就是货币伎量吗 所以这块就是个结论 你通过这道题补充一下 记住它就可以了 行吗 OK 来 这个1.25题 然后1.26题 这个呢 很简单不多说了 1.27题 这个也是啊 有一个这个独立 也不用去管它了 OK 那咱们这个第一章 基本呢 就讲解这些 大家呢 就不要点菜了 好不好 之前呢 我也发过挺多条微博了 我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题 给我留言 没有人给我留过言 昨天呢 我在微博上面通知了 我说我着重要讲这些题目 请大家谅解 你们呢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各种的 一些地方 可能我这儿不太熟 那个人说那儿不太熟 咱们在课上面解决的是一些 主要的共通的问题 请大家谅解啊 真的不能按你们这个点菜来 这儿也讲一个 那儿也讲一个 那最后 真正是问题多的都讲不完了 可以吧 行吗 OK吧 来 咱们来看第二章啊 会计基础 这会计基础还是 我们先来给他去 哎 串一下 那么来看会计基础 我们还新鲜热乎着呢 咱们讲了些什么呀 会计要素 会计科目 这个凭证和账簿 这个昨天刚学的 财产清查 账务处理程序 以及什么 这个成本 与管理会计基础 和政府会计基础 这是不是重了一个 这个啊 重了一个 对吧 不用管他啊 来我们挨个来看 第一个来看会计要素 那么这块会计要素啊 六大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 所者权益 收入费用 以及利润 那么这几个呢 大家要知道的一方面 是他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另一方面 对于资产和负债 大家要着重去考虑的是什么呀 哪些是流动的 哪些是非流动的 这些东西他考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再往下 这个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包括什么呀 是不是五个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大家要知道 这五个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他所强调的关键 对于历史成本来说 他强调过去发生 实际取得 强调这些字样 那么对于这个限制来说 他强调折限 对于公允价值来说 强调有序交易 这个计量日 这个参与者 你请我愿的价格 对于这个可变现净值 来说他强调存货的变现 对吧 他总之来说 他强调的内容 有一些侧重点在 好 那么再往下来看 会计等式 会计等式 三个 一个反映财务状况 一个反映经营成果 一个是综合会计等式 反映财务状况的是 资产等于负债家 所有者权益 反映经营成果的是 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 那么综合会计等式 就是把这几个要素 有机的融合起来 那么他也是我们后续 去具体判断 会计科目变动方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再往下就是 会计科目 这会计科目是什么呀 有哪几类呀 也是六大类 但是它和我们的 会计要素 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对吗 那咱会计科目 如何去判断借贷方向呀 诶 是不是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很重要 资产类加成本类 再加费用类等于什么呀 先写那个负债类啊 负债类再加所有者权益类 再加上收入类 好 所有等号左边的借方登记增加 所有等号右边的代方登记增加 左边借增代减 右边代增借鉴 靠这个去给我分辨去 这个不用你背 你每次做题的时候 给我写在那草稿纸上 你多来几遍 就成了你的这个常识了 不用再去专门背的啊 来 再往下 这个借贷记账法呢 其实它呢 跟前面强调的差不多 但在这有一个细小的考点 叫试算平衡 那么试算平衡这块 咱们教材是不是给了六种 说六种无法通过试算平衡 查出来的错误类型 这六种要背吗 这六种要不要背 这六种是不要背的啊 反正你就知道 这件事发生了 它并不影响我的金额的平衡 那么就无法通过试算平衡来查出 所以你原完全是不用背的 好 再往后 凭证和账簿 这个是不是昨天都讲过了 凭证也好 账簿也好 来看凭证 它学什么呀 咱是不是学了分类呀 诶 有哪些分类 是不是还学了什么 咱们 这个填制的要求 对吧 然后还学了什么呀 还学了保管 都还记得吧 那会计账簿呢 咱学了也是分类 然后 填制 以及什么呀 分类填制 还有什么 对账和结账 没错吧 这些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分类是非常爱考的 像这个原始凭证怎么分类 跨级凭证怎么分类 跨级账簿怎么分类 所以这里边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呢 由于昨天咱们才刚刚讲过 老师呢 不给大家再打开去串了 好不好 那再往下 这个对账 几种核对方式 账账核对 账正核对和账时核对 账账指谁呀 账簿和账簿去核 又具体包括总分类账之间互相核对 明细分类账之间互相核对 总账和明细账核对 还有总账和日记账 或者叫叙事账之间进行核对 这是账账核对 那么账正呢 就是拿账簿去核 凭证对 那么账时呢 哎 有四个东西都代表那是时 什么来着 单库债务 是吧 单库债务 这四个都代表是时计 那么这个 结账 什么结账 错账 错账更正 昨天是不是给大家做了个总结呀 说谁错了怎么办 包括原始评证错了怎么办 记账评证错了怎么办 账簿错了怎么办 都给你们总结的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这咱不费口舌了 那么再往下 财产清查 这块财产清查呀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那几种清查的对象 他们的一个清查的方式 像库存现金 咱们用实物盘点法 对吧 咱们用这个盘点法 然后呢 对往下 像这些这个财产物资 咱们可能会用实地盘点法和 技术推算法 对吧 像银行垂款 会与咱们的开户银行核对账目 像债权债务 会和咱们的对方单位去核对账目 对吧 这些方法都是具体的核查的方法 那么再往下 来会计账务的处理程序 那么会计账务处理程序呢 咱们的核心在于 他们对于总分类账的处理方式是并不相同的 那么在这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再往下 成本与管理跨界基础今天刚学的 那么成本跨界基础这比较重要的一个 你要掌握产品成本的项目 包括什么 包括直接材料 包括直接人工 包括燃料及动力 包括制造费用 还包括废品损失 那么成本跨界这还有一个重点是 品种法 分批法 以及分布法 他们的成本计算对象 他们的一个适用范围 他们是否 他们的成本计算期以及是否涉及完工产品和再产品之间的成本分配问题 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管理跨界这它的核心是什么呀 那些管理跨界的工具 包括什么平衡计分卡呀 本量力分析呀 对吧 还有像这个什么战略地图呀 等等这些东西要能够做一个对应 来再来看政府会计基础 首先政府会计大家注意了 它的核心就是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两条线并行 由此又引申出了咱们的财务会计要素 预算会计要素 然后呢又引申出了财务会计要素中资产要素和负债要素不同的计量属性 对吧 以及他们最后形成的这个结果 一个叫决算报告 一个叫财务报告 一个用全则发生制 一个用收复实现制 这就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 其实这样大家串完之后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对吧 那我们来具体做一做题目啊 来看单项选择题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2.1 在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多去讲讲这些这个要素变动的题目 因为这些题是你们比较害怕的 好吗 来看ABCD四个选项 分别去这个分析一下 说同时引起一项资产增加 另一项资产减少的业务 我们逐一来看 来看第一个说 我销售商品预收货款 这是什么呀 我销售商品预收货款 是不是钱收到了 然后呢 可能货还没发吧 所以这件事它引起的是资产增加 同时呢 你的负债会增加 它的核心在于预收货款 前面这个销售商品 你不用管它 爱你因为啥事呢 但如果你预收了一项货款 是不是钱回来了 但是事还没办 那所以这叫负债的增加 OK吧 很好啊 来看第二个说 我购买原材料去签发商业 成对汇票 啥意思 我买东西给人家打了一个欠条 这是啥东西 我买了东西资产 增加了 然后我打了欠条 什么呀 负债 增加了 来C说预付材料的采购款 来预付材料采购款 是不是我钱给人家了 它变成了我的一项 债权呀 所以这一块是什么 资产 一个增加 一个减少 四弟说 收到了存入的保证金 来这块是啥 啥 人家给我钱 被我给存起来了 但是这块只是一个保证金 未来要还的 所以这是资产增加 负债 也增加 好 来有没有同学说 这块老师我判断不出来的 有没有 应该有吧 肯定会有的啊 为啥呢 因为第一章 第二章这些题目啊 其实它和这个后边一些章节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这些题目大家在现在学啊 可能觉得有点费劲 因为你还没见过这些具体的事儿 等到你见的越来越多啊 它就会好很多的 咱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稍微写写分路吧 来看这个A 说销售商品预收了货款 这是什么呀 借银行存款 或者叫这个货存现金 这都有可能 然后带什么呢 带什么呢 你是预收货款 而且是销售商品产生的 带的应该是合同负债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大家呢 未来见的事儿越来越多 分路你都会写了 这个你肯定能判断出来 所以现在呢 无论你说这个事儿 哎呀 老师我不会 没关系 慢慢往下来看 来2B说 购买原材料去签发商业承论 汇票 那应该是借 原材料 带应付票据 所以你看是不是资产一增 负债也一增呀 来看C说 预付材料的采购款 好多同学说 老师这个我不会 这样啊 你看 咱们预付一个款项 这应该是什么 是预付账款 对不 来 预付账款是咱的资产 还是负债呀 预付账款是咱的资产 还是负债呀 有同学说 带不是预收账款吗 不是啊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咱们现在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有关的负债叫合同负债 那预收账款呀 就会在租赁里才会见到了 在咱们这个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这个模型里很少见到了啊 是不是资产 哎很好 所以是借 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 带什么呢 还是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来第四个说收到存入的保证金 那这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带 其他 应付款 OK不 所以啊 其实这块如果我们会写分路去判断啊 它会更加的简单 因为大家呢 还没学到后边很多具体事项 所以我们只能去把它给做一个对应 哎 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什么要素了 增加还是减少了 来判断这类题目 但是判断的可能比较费劲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在这些题目里 觉得哎 懵懵懂懂 没关系 等到你把全书学完之后 你再回来看 哎呦妈呀 那叫简单 那叫一个简单 那叫一个简单 所以不用担心 好吗 我们就在这 这道题咱们就讲解到这 千千问存入保证金 押金 保证金就是押金 你去租那个小黄车 对吧 你得给人家付个押金 哎 这东西就是嘛 那对于小黄车那一头 他收到你给他付的押金了 是不是银行存款增加了呀 但同时 以后这押金 你说你这车我不骑了 这钱 他还得退你 所以对他来说 有一项负债嘛 能理解不 可以了吧 哎 苏苏还在问 哎 为什么不是预收账款 我刚刚解释过没 宝贝好好听课啊 好好听课 我再说一遍 咱们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收入准则 核算的范畴 那么收入准则里核算的范畴 我们预收的货款用的科目叫 合同负债 而不是预收货款 具体要到第七章再去学习 但在这 你把这个概念给我板过来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是老套的 老掉牙的东西了 人家心准则下 销售商品提供老物有关预收的款项 用的科目就叫合同负债 我说清楚了 OK了吧 这个3768同学说 C这个借方有点懵了 咱们现在是不是预付了一笔钱 相当于啊 我给你这么想 你去理发店想烫头 这才第一个题 讲这么长时间是吧 你去理发店想烫头 然后呢 你说哎呀 我呀先给你存500 以后我慢慢花 我问你 你存的这500 是不是预付的款项 你存的这500 既然是预付款项 是不是你的资产 对吧 你是你的预付款项 是不是你的资产 是吧 那是你资产 你记借方呀 对吧 是不是借预付账款呀 然后呢 是不是把钱花了 带银行存款货 库存现金吗 能理解了不 可以吧 倩倩说 这个预付账款 还没收到材料 跟材料有什么关系 材料是上一个选项的宝贝啊 哎呀 你们这个进度 咱们今天能讲三个题 不错了 那没事啊 不管他能讲几个 咱把它讲清楚 讲透了 可以不 来 有同学问这个四弟 四弟 我再给你讲一遍 相当于啥呢 咱去这个 比如说骑这个小车 小黄车 小蓝车 小绿车 爱你什么车 是不是得给人家付一个押金呀 对吧 现在站的方向 不是你自己 而是那个小黄车的运营单位 小蓝车的运营单位 他收到你的押金了 对不 这押金不就是你存入的保证金吗 所以他收到你的押金 他的钱变多 但同时你说这小车 我以后不齐了 作为这个小车的运营单位 他是不是要把钱退给你呀 所以他对你是不是有一项负债呀 以后要还给你的 所以银行存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增加嘛 所以资产负债同时增加 你呀不用去纠结这科目用啥 这科目用啥 不是这阶段的事 后边三四五六七还没学呢 学完你就知道了 你重点要知道什么增加了 资产增加了 还是资产减少了 可以吗 大家不要纠结科目啊 不是这阶段的事 行不行 好 来下一个题啊 行 来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2.2题啊 这道题呢 就是考这个科目的对应了 这道题呢 咱们不如就放一放 等到未来你学完之后 回来再做呢 就会简单很多了 好吗 我在这儿不想再碰了 看你们这个理解程度 这个咱们就不要再碰了 因为这是后边的内容 好不好 能接受吧 那说这个凶闷的 这就凶闷了啊 这才能到哪呀 来再往后啊 来看一下这个啊 2.4题吧 来看这个啊 说同时引起这个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同时增加的 有 考我们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是不是首先你要去判断一下 哪些事资产和所有者权益要素 同时发生了变动 而且他同时增加了 对吧 所以你先去看哪些事 他沾着了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来看选项A 来看选项A 说金股东大会批准向股东宣告分配的现金鼓励 这啥事 咱们上课的时候讲过 是不是从所有者权益 A今年他剩的这些钱里 哪一部分来给这些股东们 给老板们去进行分红 所以这件事既然你是宣告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钱 这个分红你还没付给人家 对不对 所以你看首先分钱这个事 所有者权益会减少 对吧 因为咱们最终去分配利润 这分配利润是从所有者权益里边来 拿出一块给股东去进行分红 所以所有者权益会减少 对吧 而且现在咱们是在宣告呢 所以负债 会增加 所以它肯定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来看2B说 投资者投入设备 设备是什么东西 设备不就是资产吗 来投资者的投入是什么东西 投资者投入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所有者权益吗 所以这俩他确实同时增加了 选项B就是那个答案 来看C 说取得一批短期借款并存入银行 那就是我借了钱 这钱我存银行了 那是啥资产增加 同时什么呀 负债增加 对吧 来4D说股东大会批准 现金方式回购股票 啥意思 我用钱去把这些所有者权益的投入给他买回来 对吧 所以他应该是所有者权益减少和资产减少 所以答案呢就选择RB选项 OK吧 这道题啊 不涉及分路 但是这道题大家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行吗 可以吧 啊 如果你说前面课都没听 就想通过这道题学会 不可能 我明告诉你 不可能 我也不怕得罪你 啊 回去给我好好听课去 听了课都不一定会 别说没听课直接来做的了啊 行吧 来 往下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嗯 2.7题吧 因为呢 你们主要是这些题目不会 我就多讲一些这些题目 那些简单的呢 我就不讲了 行吧 来看说下列各项中 不会引起企业资产总额发生变化的事 啊 A 说购入原材料一批 款项尚未支付 这什么事呀 购入原材料一批 款项尚未支付 什么 什么 是不是资产 增加了 钱没付 什么增加 负债增加 对吧 好 来 2.7说 接受新投资者货币资金的投资 刚刚见过没 见过吧 来 给你投资了 资产增加了 而且所有者投入变多了 来 所有者权益增加 C说 销售了商品一批 款项尚未收到这个题 大家有点疑惑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 款项这个是吧 尚未收到 那我的一项债权增加了 销售商品一批 商品的存货减少了 其实这块跟后边是有点关联的 大家注意啊 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咱们销售商品 要分 两个环节 第一个叫确认收入 第二个叫截转费用 我说句实话啊 我在这做的就是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因为呢 这些东西说实话 现在去讲有点费劲 而且我不是说挑那些你们都能做对的讲 我挑的都是你们问的多的来讲 所以我真的是在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但即便这样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听这天 今天这次西提克 有一些收获 有一些疙瘩能够解开 不见得能够把所有的疙瘩解开 但是能解开一点算一点 好吧 来看 C选项销售商品一批 然后款项尚未收到 那么在这儿大家注意啊 咱们销售商品 咱们这个账务处理 要有两个层次 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确认收入 这确认收入怎么弄呢 我给你把这分路写下 叫借 银行存款 这是钱收到了 钱如果没收到 那叫应收账款 所以借方可能是钱 可能是债权 那贷方要干什么呢 贷方要确认主营 业务收入 所以啊 咱们这个销售的过程 是分两端来看的 明白吗 分两端来看的 然后呢 这是收入这一端 那么费用这一端呢 它要去截转成本 这个呀 你们看着会很生疏 我给你们先写一下 叫 主营业务 成本 贷 库存商品 所以啊这个 你不管你学没学过 后缘你总会见到的 所以这是收入这一端的 这是费用这一端的 咱们规定就是这样规定的 你发生了销售活动 你要分两个层次去做分路 一个分路去确认收入 一个分类去截转成本 来 我现在问你选项C这个销售商品了 款项还没收到 它说的是收入这一端的 还是说的费用这一端的 你先不用管这东西 你会不会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C选项 它说的是哪一端的 是收入端的 还是费用端的 哪一端的 非常好 这感觉你有吧 它说的是这一块的 而且它说这钱好 我没收到 所以是 我站这边吧 所以是这种情况 对吗 那好了 你看这种情况 那它描述的不就是 这一笔分路吗 不就描述 这件事吗 所以你看 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 一项资产增加了 一项损益增加了 你也可以说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了 为啥 因为损益类科目最终会影响到所有者权益 而且这是一个收入类的损益类科目 对吧 这前后就串起来了啊 你说如果这块 你说老师我还听不懂 你真是前面欠账了 所以你注意啊 它问的既然是这一笔分路 这一件事 那现在好了 资产增加了 然后呢 损益类的收入类科目增加了 那我问你 这是资产的总额发生变化吗 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说是 说不是 说发生了 说不是 来 你注意啊 咱们在这 收入这一段 款项上未收到 但是你是不是还得去干嘛 还得去截转费用呢 好 所以你去截转费用之后 是不是还有资产的减少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他说 不会引起企业资产总额发生变化 你现在既然在研究收入这一端 你这资产总额变了没 是不是变了呀 来 重来一遍啊 有点晕吧 你们是不是有点晕 来再来一遍啊 说 现在首先选项C 他说的是收入这一端 对吧 他说的是收入这一端 来 是不是借方有了银行存款和应收账款 那么代方这块又是一个损益类科目 来 资产的总额变了没 对于这件事来说 资产的总额变了没 告诉我变没变 变了吧 好 那既然变了 这题选不选 选不选他 选不选 不选吧 所以啊 这是一个否定式的题目 问你 不会引起 所以他呀 也不选 因为资产的金额上升了 来 这块听懂没 这题挺难的 说实话 因为这块大家不会 可以不 这次听懂了没 听懂了吧 可以了吧 OK啊 很好很好 这题都听懂了 不错 来 那再来看4D 4D简单了呀 咱们说从银行提取备用金 不就是把银行存款变成现金吗 来资产总额发生变动吗 资产总额是不是不发生变动呀 很好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就选择4D选项 有同学说用排除法做题 是 我要是就跟你说用排除法做题 选完D 我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 你们不是ABC不会吗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打好基础的过程中呀 我给大家又讲题 又讲这个做题技巧 到这儿 我就一板一眼 给你们都分析一下 这样你们就放心了 是吧 你要说排除法 咱都会就选D 我可以拍屁股走啦 我没必要在这儿费这口舌 去讲得我累死了 行吧 可以吧 OK啊 行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 这道题讲一下 大家呢 会有点疑惑 注意啊 他问我们 属于负债类科目的有 包括什么呀 预付账款来 预付账款刚说完 我把钱付出去 我还没消费 这是啥东西 是我的资产 对吗 好 这是个资产啊 来 地盐收益 不管他没见过 来C 说其他综合收益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是不是所有者 权益类科目呀 来 斯蒂说 资产处置损益 这什么呀 是不是损益类科目呀 好 他问你属于负债类的 你说选谁 选2B 所以有同学说 哎呀 老师这题超纲了 人家超纲了吗 人家考你2B了吗 人家考你考的是ACD 你能不能认识 你们发现了吗 所以这道题 同样是一道 罪翁之翼 不再久的题 他压根就没想考你2B 他想考你的是AC和D 你是否能够判断的出来 他们并不是负债类科目 明白了不 所以啊 考演是在这儿呢 宝贝们啊 如果这题没给我做明白的 说明ACD 你没明白 好 就说这么多 来 这个呢 不说 这也很简单 这个呢 上课做过 也不说了 来看一下这道题 2.11和这个2.12 本质上就是一类题 他在考什么呀 考我们这些科目的借贷方向 来 首先明确一下 累计折旧是什么 累计折旧是什么 累计折旧是资产的 什么 告诉我 很好 背底科目 既然是资产的背底科目 那我问你 累计折旧 哪边登记增加 哪边登记减少 哪边计增加 哪边计减少 是不是 贷增 借减压 是不是刚好和资产相反 好 那我问你 累计折旧的年末余额 是不是一般来讲和他增加的方向一致 这咱们上课讲过啊 他的年末余额是不是一般和他增加的方向一致 所以我问你 累计折旧的年末余额是不是应该是拿七出的带方加带方的增加再减去借方的发生额呀 所以其实你看这块和这道题一个意思不 一不一个意思 你们能不能感觉到 来累计折旧 是不是带增 借减 来那你告诉我实收资本呢 他是不是也是带增借减压宝贝们 所以我说2.11和2.12这就是一道题 对不对 这就是一道题呀 那我问你啊 那这道题选啥 这道题应该选啥是不是4D呀 七出带方加本期带方发生额减本期借方发生额 是不是就把这个式子给我套到2.11里给我代数就行了 来七出余额多少 七出余额应当是来我找找啊 七出带方6000 然后再加上什么带方发生额3000 再减去借方发生额2000 多少啊 这是9000 7000 就7000吗 这7000在哪呢 不也在 带方嘛 所以啊 这两道题就是一道题 有同学说老师我怎么分辨什么是贝底科目见的多了就知道了累计者就就是一个你今天见到他了你就先把他给我记住就可以了好吗 这是2.11题啊 啊咱们再往后 嗯 2.17我想讲一下 来这个说企业的开出现金支票提取什么库存现金问你该业务应当编制什么凭证这个大家也挺乱的来注意啊现在是我开支票提现金你要搞清楚谁变少了对吗 所以你把这件事给我换句话说就是我干嘛我把银行存款变成了现金把来谁少了谁少了哎奶茶说的很好昨天我提示了看到支票给我换成银行存款 所以这件事就是银行存款少了库存现金多了所以应当是银行存款到付款凭证答案选择2B选项 所以遇到这样的题目大家首当其冲第一步你要干嘛你要把谁少了给我找到这种两头一个有银行存款的一个有库存现金的把那少的给我找到啊能感觉到大家做题呢做这些题目应该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啊觉得哎呀我上课感觉听的挺明白的一做题就不会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做题不听课等于没学习真的是这样的啊一定要通过做题去慢慢的去巩固和熟练 其实这块呢你如果开始做这个题啊应该就能感觉到昨天我跟你讲的那个单腿没腿双腿是比较好用的反而拿那个定义去判断就不太好用了 对吧所以这块你看这不就双腿吗两边都遇到了那干嘛编付款的你找到付的是谁不就行了吗开支票对吧把银行存款变成库存现金 那不就是付的是银行存款吗那就是银行存款付款平征吗所以更好用一点啊我个人觉得更好用一点可以吧 来咱们继续往下来看一下这个2.23来2.23啊考我们逐步截转分布法 这道题呢很多同学被问懵了为啥呀因为你忘了逐步截转分布法 他也是分布法对吧所以啊我这些题是不是找的还挺准的呀都是你们错的多的对吧还有一些题肯定每道题都会有人错但是我找的一定是你们错的多的答疑多的这些题我拿出来给你们讲虽然我费劲但对你们整体来讲应该是有利的来看啊逐步截转分布法 说到底人家还是一个分布法对不对还是一个分布法的话来我问你啊来分布法成本核算对象是各步骤的生产步骤对不对 对吧分布法吗你甭管你是逐步截转平行截转你也是个分布法所以A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来2B啊说月末的生产费用要在各步骤完工产品和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来 咱们怎么说的来着你分布法其实就是一个更加详细的品种法还记得吗分布法就是一个更加详细的品种法这品种法也好这分布法也好他有个什么特点呀我到了月末我咔嚓一刀下去好这个时候我就要去算成本了所以我的成本计算器是按月去进行的对吧那好按月我一刀切按月那我一刀切是不是我很可能切 切着了一些完工的也切着了一些没完工的呀所以分布法也好品种法也好就是因为他在月末一刀切这一刀切下去很可能有完工的很可能有没完工的如果有那干嘛进行分配所以来2B选项说的对不对2B说的对不对对的呀2B没说错吧是吧来那C呢 C说的对了没C对了没咱们说你分布法别忘了你也是个品种法咱们也是简化的方式月底一刀切和你生产周期一致吗一致吗不一致吧你是什么呀你是月末定期计算的所以C的说法不正确来4D说适用于大量大批连续性复杂生产对吗对呀大量的在生产非常复杂好多个步骤所以这是分布法吗 如果你说你大量大批单步轴用谁呀那就用品种法了呗对不对所以这块啊你看如果你刚刚我讲的你听懂了你真的不用背而且这题你可以轻松做得出来OK吗行吧那么分批法分布法咱们就讲这一道题我觉得就够用了啊又给你们串了一下行吧来再往下我讲一下这个啊我看讲一下我画的是哪个2.9来看这个说下列各项中 行政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是否编制的财务报表是来哪个哪个大家会说老师你这题没讲过好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下啊行政单位首先它是不是一个政府会计主体 是不是来你不用告诉我选啥你跟着我说是不是是吧好嘞我问你政府会计主体的突出特征是财务会计 和预算会计两条线并行没错吧好那我再问个问题预算会计是不是已经把现金流量的收入支出和结余体现的非常明确了咋咋咋是不是 预算会计这条线它已经把收入支出结余这种现金流量的收复体现的非常明确了所以来我可以自行选择编制的财务报表你告诉我是哪个 当然是现金流量表了我不编行不行行啊为啥因为我预算会计反应的足够明确了所以道理是在这还用背吗 还用背吗不用背了吧所以跟我学习就是轻松 我最讨厌让你们背东西因为我也讨厌背东西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2.33啊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来看说关于费用的说法不正确的有 来看A说费用会导致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对吗对吗 是不是不对呀刚好说反了会导致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什么增加对吧 所以说反了2B说来企业处置非流动资产发生的净损失应确认为企业的费用 他碰着哪条线了他碰着哪条线了说处置非流动资产来 我问你你这个企业你的日常活动应该是什么销售商品呀提供劳务呀 你说我天天就拿着我那设备往外卖这能叫你的日常吗 这不能叫日常吧既然不是日常能不能叫费用不能吧 所以B说法也是错的啊来看C说费用最终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对吗 对的吧对吧所以这个是对的 4D说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发生的现金流入不属于企业的费用对吗 对呀你给人家股东分红这不能叫费用啊 所以AB就是这道题的正确选项 来我们再往后看我看还有哪个题 嗯我看一下我的小纸质啊 2.4哎这个2.37 问我们属于损益类会计科目的有 来A说预收账款是什么东西 这是负债 来B说其他收益是什么东西 损益类科目 C说其他综合收益是什么 所有者权益类 D资产处置损益 这也是什么损益类来 在这老师给你稍微准这个整理一下 有些叫什么损益 有些叫什么收益 有的是负债 有的是这个这个所有者权益 有的是损益很乱对吧 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啊 叫负债的 你刚刚见过 地盐收益对吧 来那么叫这个损益的 先不说损益 先说所有者权益 什么其他 综合收益 来剩下的是损益类的 它呀是最多的 包括什么其他 收益 资产 处置 损益 什么投资 收益 公允价值 变动 损益 这些你们都会学到啊 这是常考的 所以啊 不要看到带益的 那就是损益 不是这个道理 叫地盐收益的 叫负债 叫其他综合收益的是 所有者权益 剩下的这些收益呀 损益呀 什么 它确实大部分是损益 那你说怎么记呀 你们说怎么记呀 什么呀 记少不记多 对吗 把这个地盐收益是负债 给我记住 把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所有者权益 给我记住 剩下的收益的损益的 大概率那就是损益类科目 可以吗 可以吧 这样的大家去处理它 就可以了 OK吧 行 来再往后 咱们呢去讲讲这个 我看看啊 还有这个2.46题 好像是 来 大家问的多的呢 老师就给你们多讲一讲 来2.46题 这个试算平衡 无法通过试算平衡 发现的错误有 这块还是 咱们要掌握住 到底它有没有影响到 我们什么 金额的这个 变动关系 对吧 来看A 说这个漏记了某项经济业务 这能被发现吗 你也没记 我也没记 这金额平不平 这金额它还是平等的 对吧 所以A 无法发现 对吧 它无法发现 我这样写吧 无法 二B呢 说某项经济业务记录 说他记录的应借应贷科目正确 但借贷双方同时多计或少计 这道题具有迷惑性 具有迷惑性 但其实这道题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出的来有点过于严谨了 因为真题中呢 也有过这样的情形 就说这个多计和少计呢 它可能也算一个正确答案了 但在这儿他缺了个小尾巴 他没有说我多计和少计的金额 是否一定一致 比如说我多计了个5 少计了个10 那么你可能最后通过事算平衡 也是能够查出来的 所以他缺个小尾巴 这个多计和少计的金额 它应当一致 所以二B它是能查出来的 来看C 说在账户中颠倒了记账方向好 方向错了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吧 金额一致才可以 来四弟说 某项经济业务记错账户 你说这俩有啥本质区别吗 没有吧 你谈账户不跟我谈钱 你就甭谈了 对吧 你得影响到我的金额 才能通过我事算平衡发现 你既然没影响 你跟我谈什么谈 你别谈了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什么选择 ACD 这个你们问的多 所以老师呢单独讲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2.57 来2.57 说关于我们的账务处理程序表述正确的有 来看啊 这个A B C D 分别就是针对我们那三种账务处理程序来问的 对吧 来看A说科目汇总表 账务处理程序 适用于经济业务较多的单位 对不对 对的啊 大家注意了 只有那个直接以记账凭证 去进行账务处理程序的这个呃 这个程序 他呢 适用于规模小 业务少的单位 那么其他两种都适用于规模大业务多 那你来看这个D啊 是不是这说小 这说多 老师说能不能这样 规模小 业务还多 实务中可能有 考试里没有 所以这个D啊 他是错的 你得注意这两个 他得能够对得上 再来回来看B和C啊 来看B 说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 适用于规模较大 经济业务较少 一样的问题 这个大 这个少 能对上不 不行吧 所以一定是小和少 大和多对上才行 那剩下C对吗 那就对了 那答案就选择A选项和C选项 来我们再往后啊 给大家再讲两个 已经12点20了是吧 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特别想问的题 再给大家讲个一两个题 我们就差不多了 这个评中法咱们讲过了 这个呢 也简单 也讲过了 这个农业企业 这随便吧 这个评中法的这个呢 是关于他的具体的一个企业啊 就那三个 发电 供水 采掘 发电 供水 采掘 他们比较简单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择A BD OK吧 说2.53 2.53是哪个题 我看一下啊 咱把2.53讲完就下课 好不好 哎 哦 这个题是吧 说下列各项中 可以作为现金日记账 记账依据的油 来 咱把2.53给大家讲了 咱们就下课好吗 大家坚持一下下 老师三分钟解决问题 好不好 来 可以作为库存现金日记账 来我问你 库存现金日记账 他记的是谁 他记的是谁 是不是库存现金 好嘞 那既然你记的是库存现金 首先现金收款 现金付款 你都得用得上 所以 A B 你肯定得选 但你别忘了 有一些情况下 可能我这一件事是从银行提现金 或者把现金存银行 你同时涉及到了银行存款和库存现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有可能编的是付款凭证 对吗 那好嘞 你看啊 那我编什么付款凭证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涉及到库存现金的 那应该是银行付款凭证 为啥呢 你看 银行存款 那么借方自动就是 库存现金 是不是有且仅有 这个业务发生的时候 咱们会编制银行付款凭证 对吧 所以有且只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咱们会编银行付款凭证 好 虽然它叫银行付款凭证 但是借方藏着一个库存现金呢 有同学说老师 那库存现金不是已经编了 库存现金收款凭证了吗 你错了 宝贝 如果借方贷方同时涉及到库存现金 或者银行存款 咱们要编的是付款凭证 所以咱们要防止这种情况下 你把库存现金给漏了 所以银行付款凭证 它也要作为库存现金日记账的记账依据 OK吧 来这道题会了不 会了咱们敲个6吧 敲个6意味着咱们今天的课程呢 基本上就到了这个最后了 OK吗 行吧 OK啊 好的 大家呢肯定还有很多问题啊 觉得这个没有讲 老师呢也有点可惜啊 今天其实已经留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也没有说能够把所有题目讲完 昨天呢在微博上也跟大家说了 说题目呀可能真的是讲不完 因为太多太多题目了 咱们的答疑系统都给大家是开放的 所以有问题不用怕 麻烦我们赶紧上上面去提问去 不要把问题啊留着隔夜留着过年 不要这样好吗 那行吧 咱们呢今天这个题目呢 给大家讲了很多啊 第一二章呢也圆满的结束了 年后过来呢 我们要讲解的内容呢 就是第三章流动资产的内容了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 亲爱的小伙伴们 年后是真正开始咬紧牙关 努力学习的过程 那么在这呢 老师呢也想送大家一句新年的寄语啊 新年呢马上就要到了 希望大家呢新年快乐 然后呢考啥过啥 好不好 签上我的名字 那么呢请大家给我的课程啊 做出评价啊 大家呢听课辛苦了 非常开心能在这个年前跟大家上最后一次课啊 那么还是整个二零二二年考季和大家陪伴呢 我非常开心 祝大家新所向将所成 新年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